字幕提供 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11月15號的 《救世娛樂》 我是怡霾 今天除了我之外呢 還有一位我們的來賓 也就是我們的粉紅坦克福瓊英 她今天除了要來我們節目 《救世娛樂》宣傳她的演唱會之外 今天第一階段 瓊衣要跟大家一起 不 應該跟我一起報新聞 所以呢 是 今天的第一則新聞 跟這一個人有關係 大家好 我是盧廣仲 ROCK 我覺得吃早餐是一件ROAD的事情 吃早餐的東西 對 我們今天第一則新聞 就是跟盧廣仲有關 那個我可能不會愛你的導演 曲友寧呢 他要開拍新戲了 而他新戲的男主角 竟然找了感覺好像不善言辭的盧廣仲 要來演男主角 然後今天在開鏡儀式當中 曲导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今天的那個 一開始的助導詞 就請盧廣仲來唸一下 結果盧廣仲就唸的 整個過程非常的 You know 蠻Cute的 I don't know 就是很有他自己的Style 很可愛 希望曲导在聽完他唸的助導詞之後 不會把這部戲的名稱改成 我可能不會找你 盧廣仲 龍少華 蔡正男王彩華等多位實力派演員 數號出席新戲開進記者會 祈求拍攝順利 導演曲友寧還特別指定 菜鳥男主角盧廣仲念助導詞 只是看這情況只能說 廣仲加油好嗎 請請請請請請 熱鬧 呃 измен字幕啊 宗神明再上 呃今天跟看皇爺 可以保佑華獎 海轉蛋 cake 拍攝的時候 可以一切順利 然後 收視長鴻 然後所有工作人員還有演員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新年快樂 還有那個 要不能講 那個 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快樂 然後那個廟裡面還有那個月下老人 所以各位這個單身的人都可以脫離 單身耶 新年快樂耶 第一次挑大樑演男主角的廣仲 在曲導的魔鬼訓練下 居然演戲氣到臉發麻 平常斯文的他幹本的條 現實生活中也是蠻戲劇化 可是我平常就是 自己鎖在房間只有自己看到 那戲劇就是你要 把他披露在那個鏡頭前分享給觀眾 所以我覺得這次 這次接這個劇的突破 我覺得演戲就是你在扮演另外一個人 所以當我掀開瀏海的時候 我就不是我 有一種 激同上身的感覺 他永遠是笑臉 然後真的要拍到身 他生氣或難過他到底做得到做不到 但是昨天拍完我真的非常的放心了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我覺得曲導對於盧廣仲 感覺滿有信心的耶 他說他拍完之後呢 就整個人放心了 但你有沒有看到盧廣仲在那邊 助導詞的時候旁邊有一個人很搶戲 就是龍少華大哥 他臉上的表情你演一下 對 他臉上因為當盧廣仲在說 脫離單身耶 然後他就這樣 感覺臉上不好 有很多條件 對 就是他 他有一些內心戲在展現 對 他有一些潛台詞 我等一下就可以讀得出來 不過我想問一下瓊音 你那麼會唱歌 然後又那麼鐵肺 你有沒有考慮過像盧廣仲一樣 就是轉戰戲劇圈 其實如果有好的劇本的話 我希望有機會啦 我會鼓勵 那助導詞要好好列一下 好 助導詞 從助導詞開始 對對對 什麼城隍爺啊 什麼裡面拜託的神明那些 就不能講錯那個名字 好像是這樣子 那我問你 那如果說 你有機會挑戰跟大咖演戲 你最想跟誰合作 我想像金城武啊 彭于晏啊 或者是雷神之類的 你是說雷神索爾嗎 我覺得那你是想太多 好啦好啦 開玩笑 就是有夢最美嘛對不對 雷神索爾 對對對 如果有機會的話 誰不想跟雷神索爾拍電影 對不對 好 不過我們要來看看 大陸的性感女星 她柳妍 她其實出道從影多年 但是她一直都沒有說 非常傑出的代表作 她其實演的作品蠻多的 可是我據說她身材還蠻好的 所以她是性感女星 對不對 但是她這一次 在新電影當中 是王家衛導演 找她加入了新電影的陣容 這陣容非常堅強 有包括了梁朝偉 還有妳剛剛提到的那個金晨舞 那我問妳 如果是梁朝偉跟金晨舞 跟你一起演同一部戲 妳應該會呈現什麼狀態 就是我會呈現 妳幻想自己跟她演床戲 還什麼的吻戲之類 然後一直在旁邊 一直觀察他們的皺紋 有多少條 然後說好有男人味 就是那種感覺 我跟你講 對 完全本性露出來 而且妳知道嗎 剛我們提到的那位大陸 就是柳妍 她的反應 其實跟福瓊音 一模一樣 談到大陸性感女星柳妍 大家會看到 然後預告裡也有我 我就很慶幸 王家偉導演有一次看到她的時候 在活動上她也說 妳都沒被剪掉 我就很開心 沒被剪掉就很開心 這個邏輯好像怪怪的 但是柳妍不在乎 因為她只關心她的梁朝偉 小編在這裡推薦 柳妍可以去眼偷窺狂 一定得獎的 就是會目不轉睛 默默的 不會像 因為真正的粉絲 就是那種看在眼裡 就看進去了 一舉一動 一秒一針 都不願意錯過那種 然後走戲的時候 也是眼睛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包括休息的時候 在二樓 梁朝偉的那個帳篷 就在我的鞋對面 所以我只要一聽到動革 梁朝偉出來了 然後就會去看她 就明顯我很迷戀梁朝偉多一點 對不起金城武先生 是說柳妍你也不用 為這種事情道歉啦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嘛 金城武一定不會在意的 對吧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其實我還滿欣賞柳妍的耶 因為她講話真的很真誠 如果是我們去演戲 如果可以跟金城武 梁朝偉對戲 我們一定也是 沒有金城武出來了 一定也是這種表情嘛 對不對 就是狂水到柳妍 很難很鎮定嘛 對不對 好 但我想 然後如果接下來 12月份其實有兩個 很重要的節日 一個是聖誕節 然後一個就是跨年 聖誕節你要做什麼 聖誕節其實我都在表演 都在表演 其實對於歌手或是 一些演員來說 他們其實聖誕節 有可能有人先在嘎戲 歌手就是在商演 所以其實很難休假 所以提到了維里安 歌手維里安 他其實是跟陸家儀 一起出席了一個 聖誕節的活動 但維里安在活動當中 就小小抱怨說 我每年的聖誕節 都在工作 沒有好好的過 沒想到陸家儀竟然就說 那不然我邀請你啊 聖誕節來我們家一起玩嘛 哇 這麼好 對啊 但是陸家儀老公 不會吃醋嗎 堂哥 維里安 陸家儀十五號出席水晶品牌 耶誕活動 聖誕打扮的兩人 根本就是要步入禮堂了啦 喂 想到即將到來的耶誕節 維里安無奈的說 可能要在工作中度過了 沒想到陸家儀竟然大方邀請她 一起交換禮物 每年聖誕節 我就會邀請我所有的好朋友 然後包括他們的小朋友 然後全部人到我家 我們就會一起辦一個派對 然後交換聖誕禮物 就對於大家來講 就是一年一度的一個很難得 可以聚在一起的時間 我聖誕節 今年好像還是會在工作中度過 我已經好幾年都是這樣子 還是你要來我家 參加我們的交換禮物 我剛剛心裡有小小的許願 被問及收到最特別的耶誕禮物 哎呦 陸家儀你的禮物 也太讓人害羞了吧 最特別的聖誕禮物 應該就是我老公有一年 把他從那個 自己從南京快遞回台北給我 對 我覺得那種 那個應該是我一輩子 最難忘的聖誕節 第一次在夜誕節早上醒來 然後發現有一堆禮物 那個應該對我來說 是最印象深刻的 許強在社群網站上 分享宵夜文的維里安 只說吃宵夜是迫於無奈 因為工作 所以你吃飯的時間必須延後 所以有時候 大家覺得是宵夜時間 其實是演藝人員的晚餐時間 就可能是我們的早餐 也有可能 就可能忙一整天 到晚上終於那個工作結束 才可以好好大吃一頓 沒錯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好 看完了新聞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讓福崇英好好宣傳 其實因為他睽違三年 終於要開演唱會了 恭喜恭喜 謝謝依佩 這個時間是在12月9號 禮拜五晚上的8點 在三創生活園區的5樓 我有一場英式搖滾的演唱會 然後這一場演唱會 因為已經睽違三年 而且是第一次挑戰中型的演唱會 中型的演唱會 一步一腳印 希望就是這一次的票房 可以滿足自己 也滿足大家對我的期待 對 因為我們知道福崇英一直以來 出道一直以來 因為從選秀出來 一直都非常會唱歌 謝謝 通常在演唱會當中 都會安排一些巧思 或是一些嘉賓 可不可以在我們就事娛樂當中 小小透露一下 你演唱會會請到誰 因為今天真的是 實在是太難得了 可以來這邊報新聞 也是我第一次 我跟你講這個不要收下來 不要收下來嗎 拿一下嘛 所以說裡面 這個英式搖滾會有我的 這個全新的創作要發表 然後其中一個創作是這樣子的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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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不得了了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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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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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打他屁股喔 為什麼 好想拍一下 你知道 他屁股會一直看著性感對不對 是的 所以沒有這個橋段 所以在演唱會當中 有沒有一些好朋友 會幫你站台 中間會 我們已經有邀請了張雲晶 對 阿晶要來跟我一起合唱 對 失敗的高歌 就他的主題曲 失敗的高歌 他前陣子發專輯 那首歌也是狂打 但為什麼你們兩個 想要合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 其實他的歌詞 都有我們兩個經歷很多 其實我們是在選秀的一個 蠻高潮的時間出來的 對 就是那個收視率很好的時候 可是中間我們也有過一段掙扎 或者是有受到挫敗的那種心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合作會是一個很好的moment 了解 那大家也很好奇說你接下來也很期待你的新專輯 有沒有在就是在構思新專輯 有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全新的歌曲發表之後呢 我們會籌備明年來發表新的EP這樣子 對 就請大家多多期待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買票來 好 這是售票演唱會嘛 對 希望大家可以買票來進場聽福球衣 買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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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問一下一個問題啦 因為你知道出道以來 你真的身材越來越好 雖然很會唱歌 但身材越來越苗條 平常是有在運動是不是 對 有運動 就是每一天會做37分鐘的有氧運動 是 對 然後會做一些拉筋 然後讓身體的線條好看一點 對 因為我們其實是個子比較小 所以其實比例上面也要抓一下 那我問你 你運動你有 你有跳過那個funky dance嗎 funky dance 沒有耶 蛤 那是怎麼 你怎麼可能會沒有跳過funky dance 怎麼樣 我們funky dance大王今天就在現場了 真的嗎 馬路迪老師 他搞不好待會兒會帶大家來跳一跳 那我要練習一下 好 今天也非常謝謝瓊衣來現場 宣傳他的演唱會 然後也祝你演唱會的票 全部賣光光 好不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在廣告之後 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兩位呢 應該是說不是冤家不巨頭 當然就是在我們就事娛樂巨頭 就是沈玉琳 玉琳哥 以及我們的潘若迪 潘老師 這兩位呢 要來現場打水狗 當然除了要PK他們的口條多好之外 當然要PK一下 他們做菜 到底誰做得比較好 我們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厲害啦 歡迎回到就事娛樂的Live直播現場 我們就事娛樂在這個禮拜呢 都會針對於小朋友喜歡吃的 要做什麼東西小朋友會喜歡吃 而且又可以兼具健康營養 然後重點是在家做很方便喔 但是我們今天請到的兩位藝人呢 要說起他們的恩恩怨怨 每次看到他們在鏡頭前面吵架 然後鬥嘴都讓你覺得 是不是有點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們兩個到底是感情好還是不好 真的要好才能夠這樣鬥嘴 今天歡迎玉琳哥 厲害啦 玉琳哥 你平常跟潘老師鬥嘴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們是這樣啦 就歡喜冤家啦 前世的情人 前世情人 這一輩子他算是來跟我討債的 但是 誰能討債 你們兩位都是爸爸 所以今天要來PK說 到底誰比較會做料理 但我覺得你今天有點危險 比料理的話 當然我輸給潘老師啦 可是論對小孩的愛 我應該略勝他一籌 真的假的 你這次講很重的話 我們來聽聽潘老師怎麼說 歡迎潘老師 來 更厲害啦 是的 我覺得潘老師很好 我們就是一對歡喜冤家 我們這個非常 罵得非常兇 可是我們愛得也非常生 是 很開心 那你今天不就是一個好爸爸 他剛剛打完肉毒 誰打過肉毒 大腸趕進好不好 肉什麼毒 不過潘老師真的很愛他的女兒 潘老師愛到 已經把他老婆整個邊緣化 那個老婆 不是那個老婆 那個小孩是他老婆 懷胎子月生出來的 可是自從生出來以後 跟他老婆就無關了 因為潘老師每天抱在手裡面 他老婆搞得好像代理孕母 真的假的啦 對啊 有愛到這種程度 有一天他老婆抱他女兒 他女兒還說妳是誰 你氣壯屁 不要再亂講話 你如果你是氣壯講 眼中只有爸爸沒有媽媽 你還不是一樣 你們這樣演言 你也是寵到一個不行啊 那是一定要的啦 其實我們兩家出去 因為我們常常吃飯 兩家人就是兩家人 然後幾乎在抱小孩 就是他抱一個我抱一個 然後兩個就抱著到處走 抱著吃 然後兩個老婆叫他們自己吃他們的 真的 可是我們兩個對小孩的愛 沒有啦 因為通常爸爸 都比較愛女兒啦 其實也不完全 沒有 因為那個 我們都各自抱自己的女兒嘛 那老婆好像就 然後老婆就無私一生情這樣子 然後老婆就報音說 那你們也抱抱我們嘛 後來他抱抱抱 結果我就抱錯了 他抱到我老婆 抱到他老婆 不要亂講 沒有 我老婆沒有給他抱 沒有 亂講話 不要亂講話啦 誰抱誰老婆 好 那今天兩位爸爸 你看他們兩個剛剛的行為 根本就是小孩 又是爸爸又是小孩 所以我們要來考考他們 今天要PK做料理 到底誰能夠抓住小朋友的胃 我們今天同樣是請到 讓小朋友來擔任評審 當然如果關於營養的部分 就要請到我們的專家 營養師婉萍 來 大家好 對 那那個 其實我們在說 今天請到了三位來賓 對 營養師其實跟玉琳哥 也是有一些交手吧 我們也是前次的情人 對 他們是前世姻緣前世果 對 但是你今天 因為你知道 這兩位都非常會講話 所以你待會兒 他們如果有講了不正確的地方 一定要及時糾正 必須的 一定要擦話 不然你的話就會擦不清楚 沒有 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的訊息 不見得是正確的 然後我們做虧做 可是也需要營養師 來輔助一下 給我們一個正確的觀念 給我們一個正確的觀念 因為有的時候 搞不好我們的觀念也是錯的 他這樣講完後 後來覺得不像像他那麼久 對啊 不像他 什麼時候 營養師講的也不一定對 他講的是對的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傳統作法 營養師的 營養師永遠都是對的就對了 營養師的知識已經是對 但營養師的穿著 不見得是對的 像他今天一身紅 對不對 一般就是有冤情才會這樣 有證如的超級瑪莉 對不對 你真的對穿紅色的人很有意見 真的 不過要聊聊 因為我前世是牛 對 好啦 不過今天要聊聊兩位爸爸 你們家的小孩 現在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跟什麼樣的 成長到什麼樣的階段 什麼樣的階段 我的小朋友三歲半快四歲 他因為他長得比較高 現在已經有110公分 會被唐食 所以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現在是真的會被唐食 好厲害 那因為就是我們給他教的 我們的教育方式跟他的 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平常給他書念得滿多 像每天他都要念五本書睡覺前 對 那誰家 誰家小孩都不需要念書 是啊 可是你不見得像我們家 我們家譬如說英文的三本 中文的兩本 對 或是兩本 誰念 對 我們會 我是中文 我太太念英文 對 你念英文他也聽不懂 對 聽得懂 那他吃的東西呢 他吃的東西很重要 我跟你講小朋友在養成教育的過程裡面 他的營養是非常重要 所以基本上 他現在三歲半的時候 他是可以跟著我們一起這樣吃 因此我們在吃的東西 如果我們吃比較油膩 基本上就是跟他分開了 那小朋友基本上 我女兒唯一的一個好處 他完全不挑食 那很棒耶 白蘿蔔 什麼芋泥 都吃沒有不吃的東西 這點我就很羨慕 因為我們家小孩是這樣 因為小孩你如果一歲以前 沒有斷母奶的話 後面就很難斷 你們家小朋友不是現在還在喝嗎 對 現在一歲七個月了 然後就是 一歲七個月還有奶喔 沒有 那喝到國一 喝到國一也太遲 我跟你講我一個朋友小孩 真的喝到國小五年級 那小孩很大了 孩子竟然要喝母奶 你會說 那那麼大了那怎麼喝 因為英勇抱著這樣喝 沒有人要問要怎麼喝 那個小孩是站著喝的 真的啦 沒有 我從未母奶那個話題 好啦 現在問題就來了 那一歲七個月 他竟然要喝母奶 而且他說喝就要喝 你不給他喝他就 會鬧脾氣 就哭鬧 那常常有時候我們坐計程車 對 那小孩因為他無法分辨環境嘛 他就突然 奶奶奶奶奶 他進入世界 聽到關鍵字 那我老婆就很尷尬啊 對啊 那只好趕快說到達目的地 找個洗手間啊 然後去餵母奶 所以媽媽其實很偉大很辛苦耶 他現在常常有那種餵奶的那個 那個蛋餡 我有送他一個那個 他現在隨時可以 其實我是這樣子 言歸正傳 小朋友吃的營養是非常重要 那其實我們攝取的東西 大概都是小時候紅蘿蔔 芋泥 魚啊 那是你家小孩好照顧 紅蘿蔔很多小孩不吃的 我跟妳說不吃其實有方法的 小朋友一樣不吃這些東西 其實你可以在紅蘿蔔裡面 加一點點蜂蜜 讓它有一點點甜味 對 而且紅蘿蔔 我跟妳說 妳要像地瓜的那種煮法 用電鍋 用蒸的 甚至它有一點半熟 就稍微熟一些 放一點點蜂蜜在上面 然後他吃的那種甜味的感覺 他會覺得很爽口 很順口 第一次給他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包括小黃瓜 我女兒也吃小黃瓜 給他吃第一次的那一口順口的時候 他會覺得記得這個東西 以後他吃他就不會怕 了解 對 不過潘老師講得好像頭頭是道 營養師剛剛聽了 因為潘老師是說他們家 名品搖頭 對 他說他們家小朋友 三歲半塊 四歲 跟著大人一起吃是OK的嗎 其實是OK的 小朋友沒有那麼悄悄 沒有那麼脆弱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 把小孩都養得太 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其實他這樣子吃是對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時候 遇到這一批年齡的孩子 就會遇到就是幼兒園的老師 或者是這個家長會跟我說 就是我們家小孩子會挑食 那我都問他說你挑什麼 他就說沒有辦法吃肉 也不吃青菜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們都把食物之前 在兩歲之前都把它打成泥狀 所以其實不建議打成泥狀 對 那因為其實你知道 兩歲之前是口腔發育了一個完整性 你要讓他學會聚焦 那結果因為他們的觀念是認為說 我把它打成很均衡 所有東西都加在裡頭 料很多 很均衡 是均衡 但是你讓他喪失了 就是練習聚焦 對 沒有 比較困惑的是調味料 調味料到底要 怎麼加對不對 要夾模式 其實是不要做的 其實應該就是說 其實小朋友的腎臟功能 在一歲的時候 就跟大人是一樣的 一歲就一樣了 對 所以他代謝鹽份的能力 是跟我們一樣 重點就是說 你不要吃太鹹 就是不是只有小孩不要吃太鹹 是大人也不要吃太鹹 所以其實是所有人都不要吃太鹹 包括老人家也是 不過接下來下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就精彩啦 我們今天潘若迪老師 跟我們的玉琳哥 兩位要一起PK囉 今天是有備而來的 對 首先第一棒上場的是潘老師 他今天的菜色可厲害 他叫 命運的青紅燈汁 孩子 你該往哪走汁 三色蔬菜 饅頭 簡單講就是兩個字 饅頭 我說之後 馬上來吃饅頭 三色饅頭 好的 回到就緒於樂Live直播現場 我們平常吃饅頭 不外乎是白饅頭 紅糖饅頭 黑糖饅頭 再老大不了就是一個芋頭饅頭 是的 不過今天潘老師要接受這個料理 很特別叫做 命運的青紅燈汁 孩子你該往哪走汁三色饅頭 那三色一定就是紅燈挺 綠燈型 黃燈灰 對 這是不是這樣 到底是哪三色來的 哪有三色那就是 第一個綠色 第二個紅色 第三個黃色 這明明就橘色 打出來之後就變黃色 真的 好不好 打出來之後就不一樣 當然這三個食材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食材有哪些 其實我們今天 給小朋友吃一些饅頭 你有沒有發現 小朋友很想吃 如果說你今天給他吃一個白饅頭 他不喜歡吃 可是如果用白饅頭上面 用兩個黑色的眼睛 譬如說放兩個葡萄乾 在那個白饅頭上面 然後再一個紅蘿蔔 點一個細細的弄個鼻子 弄個嘴巴 他馬上就愛吃這個饅頭 而且因為小朋友對於色彩很敏感 看到有色彩的東西 白饅頭跟有顏色的東西 他們都會選有顏色 沒錯 我們今天給小朋友補充這三樣東西 基本上都是小朋友 在生活當中很需要的 尤其像紅蘿蔔 紅蘿蔔裡面有什麼東西 紅蘿蔔裡面有紅蘿蔔 BETA蘿蔔素 來喔 裡面有什麼東西 聽久了也會了 真的 BETA胡蘿蔔素 好 BETA胡蘿蔔素 維生素A 顧眼睛 顧眼睛 聽久就會了 可以 就是說我們的BETA胡蘿蔔素 最主要其實真的是顧眼睛 但是大家可能誤會 他不是顧我們的近視 他不是顧近視 不是 他其實顧我們晚上夜間 也不是 老花是顧你了 又開始嗆聲了 好好笑 我身上的太多弱點 可以被他講 真的 來 老師是顧什麼 其實是顧他們就是小孩子 夜間視力 就是讓你在晚上的時候看東西 視力可以很明確 很清晰 所以難怪人家說缺乏為 森素A會得夜盲症 對 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這麼厲害 好 剛剛是講 對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 甜菜根 甜菜根 來 怎麼樣 甜菜根 裡面有什麼東西 不知道對不對 什麼顏色 蕭酸鹽 蕭酸鹽 不要亂講啦 甜菜根裡面含有蕭酸鹽的成分 你懂不懂 蕭酸鹽不是拿來醃製的東西嗎 他真的沒有說錯 我本來沒有說錯 蕭酸鹽不是不好的嗎 蕭酸鹽要讓一眼化妝增加 好厲害 你讓他講 你不能講你是藝人 我當然知道 所以我就是他不知道 我現在就知道 我媽的他不知道 我講給你聽 現在胃腹部抓很遠 你也是剛剛背的 不能說裝的 你有沒看到你在背嗎 好 來 背錯 不好意思 他是看大字報 你趕快信到這裡 不要講 來 老師 來 一本戲 好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很多人都 其實甜菜根 是一個非常健康的 一個明星蔬菜 對 對 那其實就是 剛才潘老師說沒有錯 它的確是有蕭酸鹽 那蕭酸鹽 其實大家可能有 有兩種蕭酸鹽 一個叫做就是說 我施肥施太多了 那個蛋白質太多了 造成這個蕭酸鹽增加 這個會造成孩子會有藍營症 其實會有這個死亡的風險 但是本身像這種甜菜根 它非常的特別 它本身有自備蕭酸鹽 自備蕭酸鹽 那這個進入我們的體內以後 會讓我們的血管 一氧化碳增加以後 就會讓你的血管比較打開來 所以相對對於降血壓 它是一個非常有幫助的 對 那當然就是孩子 對小朋友來講其實他們有去做研究 可是不是這麼小的小朋友 就是對於兒童或青少年 他們做運動的時候 比如說像凡老師會做運動有沒有 對 這個就是非常好補充的一個蔬菜 就是你運動完後用這個來補充 它可以讓你的血液循環更好這樣子 好的 那接下來還有菠菜 菠菜 我跟你說 菠菜一定的 跟增長體力啊 不然大力水手為什麼要吃菠菜 對不對 菠菜一定是富含鐵質是嗎 對 其實菠菜是富含鐵質 然後有葉酸 那葉酸其實大家就會知道 就是有所謂的好基因 壞基因 那葉酸就是讓這個壞基因 不要被打開來 了解 好 所以運用甜菜跟菠菜 還有紅蘿蔔要來做饅頭 然後材料還有這個 糖跟鹽跟什麼 發粉 然後還有當然是麵粉 麵粉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好了 因為我們平常這些東西都是甜食 比較容易取得 菠菜小朋友比較不太愛吃 但是它的顏色打起來 是會非常漂亮的 菠菜在家裡 你可以自己準備 你自己想要吃的量有多少 然後把它弄碎 把它弄碎之後 放在果汁機裡面 但是你記得要加水 OK 非常重要的 然後就開始打了 我來幫你打菠菜 對 你打打打 盡量打 好 好不好 小心一點 在我們打菠菜的同時 好 這樣 OK 對 好 來 預備 起 來 來 很好 有沒有看到 好 厲害 對 非常好 可以了 好像OK 對 好了 OK了 你看我們打完之後 就像現在是這個樣子 就是把菠菜 菠菜打成這個像果汁一樣 了解 然後你現在要準備的東西是什麼 麵粉 是 麵粉我們剛才講過 你看你吃了多少量 由你自己個人而決定 好不好 然後把這個菠菜湯 倒進來這個 菠菜汁 菠菜汁裡面 這是很健康的 就是非常健康的 是天然的 沒有尖膠 好 在這個做的同時 我們要把它攪攪 先把它攪攪 攪勻一點 攪得越勻越好 用手攪可以嗎 對 當然是用手攪 不然你覺得 你想要用什麼攪呢 用舌頭攪 用舌頭你攪給我看 好不好 舌頭只能攪 你不要理他 好 我們現在要教 你看 我現在必須要找在一個地方 我現在把這邊 剛才攪過的這個東西 我們要慢慢的把它弄出來 好 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要把這些東西 可以加的東西 你要把它加進去裡面 你剛才要加的東西 把它加進去裡面 顏色超美的 我可以來幫忙 我可以麻煩你 我可以麻煩你拿那個糖給我嗎 糖啊 來 對 來 大一點糖給我放到中間 把我倒一些下去 再來一點點 這個饅頭的樣子已經慢慢出來了 好的 不要太多 好 然後再給我一點點 鹽巴 鹽巴只要一點點就好 因為小朋友不想吃得太鹹 不要給他吃得太重 那太少了這位太太 差不多了 可以了 鹽巴是要增加它的筋性 讓它饅頭比較有筋性 對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發粉 發粉 記得 以前往去那個部落處外景 很好 對 然後那個飛鼠大便就長這樣 對 好 你看在揉的同時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有點稀 我們要加一點麵粉 對 可以再加一些麵粉 沒有關係 麵粉我們再多來一些 再來一些麵粉 再來一些 好 多加一些 來 盡量的來 很好 很好 潘老師一邊做 我也一邊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這個紅色的紅蘿蔔 除了可以做這個麵團之外 就是有些孩子他不愛吃紅蘿蔔 下次大家可以一樣把那個紅蘿蔔 你濾了渣以後 那個紅蘿蔔汁可以來燉飯 燉出來的飯也很漂亮 對 也非常吸引小朋友 就是我們比如說假設你煮一杯米 會一杯水 那你現在就是一杯米 那個水就變成紅蘿蔔汁水 然後一起入電鍋蒸 那他就會變成紅蘿蔔飯 顏色就非常的美麗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試試看 總之就是要把紅蘿蔔藏起來 或是變成小朋友愛吃的東西 就是應該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慢慢長大 不希望他把它藏起來 所以其實孩子在吃副食品的時候 就要多接觸一些食物 他吃習慣了就好了 對 可是有時候小朋友看到 小朋友一看到紅蘿蔔 他也都不想吃 就直接把它推到旁邊去 其實那就是因為他不習慣 有一種叫做食物恐星症 就是說每一個人 其實有些人你會發現 他對有些食物接受度很高 有人接受度不高 那是因為人類在發展的過程 不是每個人都是像神農市場 百草的這個精神 所以有人他對於一個新的食物 他就會害怕 然後家長可能會認為 他是挑食或偏食 其實不是 他只是食物恐星症 那根據研究就是說 像這樣的孩子 他可能要接觸這個食物 至少要接觸15次 他才會改善 他對他這個害怕 對 但是我們就要想 如果他就不愛吃紅蘿蔔了 就一塊 他永遠都不愛吃 你給他15次他也不會愛 所以你就是那個紅蘿蔔 你可能要變換不同的方法 讓他就是比較能夠接受這樣子 好的 潘老師到底在忙什麼 潘老師就是很賣力的 他在揉麵團 我跟你講 揉麵團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而且重點是 人家用感情在揉 他用生命在揉 不是 而且你今天穿錯衣服了 為什麼 你應該穿low muscle 在那邊揉麵團有沒有 我們不需要這個樣子 其實我們不是靠 muscle來取正的 好不好 還靠肌肉 有些認真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們今天因為在棚裡面 而且我們又是做live節目 所以時間有限 其實潘老師這樣子揉 就是用麵團 如果你覺得麵團太濕 你就再多加一點麵粉 你自己去衡量那個量 然後讓它出筋了之後 其實大概揉15分鐘就出筋了 然後出筋完了之後 你就發酵 讓它發酵多久 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 一個小時好不好 對 那個時候 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那個 你就可以把你現在要的 小饅頭的樣子 給它一個一個雕塑出來 你想要大的 小的都可以 對不對 小的 大的都可以 好不好 如果要三角形的饅頭 你要三角形饅頭也可以 對 你滑溪 滑溪就好 滑溪就好 好 那如果發酵完了之後 你把它揉成這樣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放到電鍋去蒸 電鍋去蒸了 放到電鍋去蒸要幾杯水 外鍋 我們外鍋基本上其實你只要 跟那個你蒸的時間 想要成一半的對比就好 就差不多一杯水 一杯水很快 20分鐘 但是差不多這個時間 對 因為我們的饅頭不大 對 我們的小饅頭不大 只有小小的一顆 所以差不多時間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大人有時候 吃到澱粉就怕怕 覺得說饅頭都澱粉 會不會造成我們變胖 小朋友應該OK吧 小朋友沒有 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都會 大人會覺得說要減肥 就不吃飯 不吃澱粉 對不對 但是因為小朋友是要長大 所以他們不會要減肥 所以其實要提醒大家 小朋友吃的東西的順序 應該是先吃飯 對他們來講 澱粉很重要 因為他們隨時隨地都在動 你就會發現 他們屁股很少坐下來 所以他們需要足夠的澱粉 增加熱量 了解 好 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剛剛潘老師的步驟 告訴大家之後 我們放進電鍋 蒸20分鐘 出來的成品就是這樣 有沒有漂亮 有沒有 這個是菠菜的 對不對 紅蘿蔔的 甜菜根的 當然我們要講清楚 沒有 我們有個分析 為什麼它會大小差這麼多 因為很簡單 第一個是 除了當然是手工柔的沒有錯 但是因為 菠菜的發酵已經成功了 兩個沒有成功 像這種情況 當它沒有成功的時候 你就可以當作一種防衛性的武器 所以坐計程車的時候 晚上如果有人要跟你幹什麼 你就 不要亂丟食物 要亂丟食物 不是 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它是不能吃的 它是不能吃 所以你不能這樣丟 好不好 記得 因為它太硬了 不能吃 所以我們可以吃菠菜 這個已經可以吃菠菜 菠菜是OK的 好 接下來潘老師做完之後 當然不是我們要吃 待會兒是小朋友要吃 小朋友要吃 接下來廣告之後第二棒要上場囉 就是玉琳哥的 他的名字叫什麼 這個名字我自己取的 好 來 我跟你講 我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叫什麼叫什麼 人生像一杯蛋糕 你會吃到什麼 哪一杯你永遠不知道 太厲害 絕對就是 Life was a cup of cak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謝謝我們自己的廣告 什麼東西啦 來有什麼蛋糕 好 我們第二棒派出的是玉琳哥 他要來跟潘老師PK 玉琳哥你剛剛講的英文 你還可以講出正確一模一樣的嗎 我先講這句話的意思 人生像一杯蛋糕 你永遠不知道你會選到哪一杯 對 我們人生有不同的道路 但是往往你先計畫 可是卻趕不上變化 當然 所以你最終在這個 終點線的時候 你是走哪一條路呢 對 這個 You never gonna know 對 所以呢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都要跟著什麼 You never gonna know 這句話 這句話我把它講成英文 我講慢一點 Life was 要用過去式 因為我們回顧人生嘛 郭才 was Life was Life was Life was like a cup of cake 人生像一杯蛋糕 對 然後 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 你罵誰 你不要亂罵人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 對… 因為英文要這樣 You gonna get 你 gonna get OK 你可以 我們邊吃蛋糕的同時 邊可以享受人生的智慧 你仔細看一下 我們之後當然沒有在鳥你 他就說馬克杯蛋糕 就是馬克杯蛋糕 好啦 馬克杯蛋糕現在非常流行 對…怎麼做… 那這個蛋糕 因為小孩子已經是最喜歡吃的嘛 對… 那我們要顧及營養嘛 所以呢 食材有哪些 我們今天要就是說用簡單做開心吃 因為有時候家庭主婦很忙 所以他沒那麼多時間 對 可以這樣搞東搞西的 對…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倡導一個精神 就是我們可以簡簡單單的做 把小朋友吃的開開心心的 對 到底要不要做呢 要做啊 我們要介紹食材 來 我們先把蛋打進來 好 你看打蛋 雞蛋一顆嘛 對… 好 來 那個順序不見得到這樣 完了 你看那個打蛋的時候 好 奶油10公克 紅砂糖30克 對… 大概就是兩大匙 你邊講我邊喔 香草精 對 二分之一大匙 奶油10克 約等於就是一個小匙或湯匙 對… 好 這個是 這個是鮮奶油耶 這位大哥 鮮奶油有什麼關係 你什麼油有什麼關係啊 鮮奶油的大匙 我先放鮮奶油不行嗎 那這一大匙 對啊 嘿嘿嘿 你這個人難相處啊 他這邊有做嗎 不是 跟你講 玉琳哥不會做 看他這麼清楚 奶油沒有鮮奶油 他自己在亂背 他沒有背熟 我跟你講 問你一下 這叫鮮奶油 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奶油 不要跟他講 黃黃的叫奶油 這個是奶油 好 來 黃黃的這個叫做奶油對不對 奶油 我們就… 對不起 黃黃叫奶油 比較真正的 黃黃叫奶油 來… 黃黃叫奶油 黃黃叫牛油 奶油啦 奶油… 對 其實這個看個人口味啦 這個有時候你如果喜歡吃 什麼奶量多一點就加多一點 對… 紅砂糖兩大匙 各位 這個池子很方便 有各種不同的尺寸 對…不要再介紹池子 你直接咬 紅砂糖兩大匙 紅砂糖 紅砂糖哪一個你都搞不清楚 我知道啦 這位先生 我很緊張 緊張 紅砂糖兩大匙 紅砂糖 很重要喔 這是甜味的來源 對 對啊 紅砂糖富含那個β胡蘿蔔酥 你不要亂講啦 紅砂糖沒有ββ胡蘿蔔酥 好 來 再來 再來 來 告訴我 還有什麼 香草精二分之一 香草精 香草精是什麼 香草精 就是讓它有香草的味道 草精裡面有什麼 濃濃的香草味 好 二分之一大匙 二分之一大匙 好 來… 沒事 我怎麼越做越想笑 好 來 還有什麼 還有 大叔面出來 低筋麵粉五大匙 低筋麵粉 想當然一定是這個啦 對 五大匙 因為這個就是蛋糕體的來源嘛 是 對 來 五大匙 這一個半 二 對 兩個 一個半加一個半有多少 三 對 三 好隨性喔 對啊 外面有人在摸摸的時候太多 好 這樣可以啦 好 五大匙了 五大匙了 對 還有 這道菜不是你很會弄的嗎 我天天在做的啊 對 來 還有五屢泡打粉 泡打粉 多少 講出來 二分之一大匙 二分之一大匙 OK 泡打粉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要發 要讓它發 對 二分 二分之一大匙 對 它弄一 對 為什麼叫泡打粉 就會發泡啊 對 好 好啦 結束之後呢 對 就拌一拌對不對 當然啊 來 我來幫你拌 對… 因為我覺得玉琳哥快要發泡了 你到底會不會 誰啊 Hurry up… 對 好 就把它拌一拌 陳玉琳先生 你到底會不會 我會啦 你的小孩都吃這個嗎 沒有 因為我的手工做起來 比較沒那麼好看 但是過程是對的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讓他吃這個呢 對啊 我為什麼想要讓他吃這個 你看… 他講不出來了 不是 因為我愛吃啊 不是 那我想要問一下營養師 這一道料理適合小朋友嗎 剛我們剛剛介紹的這些食材 到底是不是很小朋友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因為我特別會想問他為什麼 因為其實小孩子 大部分孩子都還是愛吃蛋糕甜點 那我們在家裡自己做的還是健康 那因為它的主要材料 其實都是簡單的 就是不是太多什麼食品添加物 對… 而且都是隨手 就是去超市都可以買得到 那因為其實蛋對孩子來講 非常的健康 對啊 小朋友很喜歡吃蛋 蛋黃裡頭有軟鈴脂 而且其實蛋裡頭 其實它有鐵質 那因為其實剛才玉琳哥有說 你家的孩子還在餵母奶 對不對 那我們今年在兒科醫學會 有談論到就是說 餵母奶的孩子 我們會考慮要補充鐵劑 對 那但是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他已經可以吃副食品了 正餐了 所以就是他 我們會希望媽媽的 就是鐵要吃得足夠 然後那在他本身的 副食品的食物的鐵要吃得足夠 所以其實蛋黃裡頭 就富含了鐵質 就可以補充它的鐵 了解 可是我當中有看到一個東西 剛剛玉琳哥加了奶油 奶油對小朋友來講 可以嗎 其實可以 妳要買品質好的 其實我要提醒大家 兩歲之前的孩子的膽固醇 是沒有辦法自己製造的 所以需要外來補充 所以孩子的飲食 不用這麼的嚴格 就是你要用反式脂肪酸 你就用天然的奶油 或者是天然的牛油 其實都是我們能接受的 了解 我覺得玉琳哥這一道 有可能會贏潘老師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放到馬克杯裡 對 它超級香的 小孩喜歡這個味道 可是它有那些佐料 當然我們的佐料是不一樣的 接下來很簡單 倒進來… 倒進來… 倒進來我再告訴你 等一下要幹嘛 這本來就是你要做的 我跟你講你把它倒進來以後 家裡面如果有電磁爐的話 就放進電磁爐 微波爐 微波爐 我們家都放在電磁爐裡面是嗎 微波爐 然後開那個800瓦 一分半鐘 對 如果家裡面沒有微波爐的話 放進電鍋裡面 電鍋現在的鍵鍋都 弄下去25分鐘嘛 外鍋不要加水了 就乾的這樣子 然後就讓它彈起來 然後可是你比較麻煩 要按個四次到五次 如果家裡面也沒有 微波爐也沒有電鍋 怎麼辦 妳就不配吃蛋糕 不是啦 妳幹嘛吃得了 如果有微波爐的話 你看你家附近有沒有便利商店 因為便利商店一定有微波爐的 我可以跟隔壁妳去借啊 妳怎麼樣 都會借一下就OK啦 我想說家裡面誰現在 誰沒有電鍋 誰沒有微波爐 最後上面是不是要撒上那個 NO My God 不行啦 是不是撒下去 這個先把它弄一弄 然後蒸一蒸 好 我這邊有示意圖 蒸出來就是這樣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後續才去做 妳剛剛講的這個步驟 了解 我以為是先撒咧 對啊 怕死人撒下去就不能吃了 所以是 那個一分半鐘 八百瓦一分半就變這樣 對 然後上面直接撒 對 這樣子撒上去之後 這個適量就可以 對 然後呢 那個堅果 那個富含營養價值嘛 堅果適合小朋友 堅果其實要看 就是一歲多的孩子 他可能吃一顆堅果 可能稍微會有點危險 那吃半顆就好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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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吃是放上去的 是因為怕他們一顆一粒 很容易被噎著 噎著 對 所以我們會把它拍碎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樣子 那個如果媽媽看到 記得要拍碎 那我們這邊先試液 試液放幾顆的 對 把它擺好看這樣子 好的 我們這樣放上去之後 我們這邊有成品 這就是微波爐 一分半鐘 八百瓦 然後很簡單 一分半你就可以做出一個 馬克備蛋糕 所以我們常常強調一個事情 就是簡單做開心吃 對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就要用這個馬克備蛋糕 待會要去PK潘老師的 三色饅頭 到底誰會獲勝 馬上回來 GO 好 玉琳哥跟潘老師的兩個 一個是饅頭 一個是蛋糕 到底誰會勝出 我們請到三位很可愛的 小小評審喔 我問一下 Ryan是誰 Ryan舉手 請舉手 Yeah Jasmine 請舉手 然後誰是Rachel 哇 小帥哥小美女 今天你們三位要幫我們當評審 知不知道什麼叫評審 不知道 就是說你要判斷這兩個 哪一個好吃 然後哪一個難吃 好嗎 可以喔 OK 好 那我先看一下這兩個 這個是饅頭 然後這個是蛋糕 你想吃哪一個 想吃 想吃蛋糕的請舉手 兩位投蛋糕一票 所以Ryan你想吃饅頭是不是 好 那Ryan你就幫我們 試吃一下饅頭好不好 好 你先吃饅頭 從小就看得出這個男生 肯吃苦 什麼東西啊 好 好 那Rachel Rachel跟那個Jasmine 也幫我吃一下饅頭好不好 你們兩個一人一半好不好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Jasmine你分一半給Rachel 好棒 哇 這個饅頭好有 彈性喔 對 它有彈性 好 那我問一下 那個Ryan 饅頭好不好吃 好吃喔 好吃 好吃喔 什麼感覺 吃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彈牙 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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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潘老師裡面加的是 加的是菠菜 他吃出抹茶 那那個饅頭 饅頭吃起來什麼味道 不好吃 對啦 不好吃 Oh no 那個咧 Rachel 饅頭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吃起來什麼味道 抹茶 抹茶喔 好厲害喔 綠色的 小朋友很會分辨喔 只要是綠色 現在通通都是抹茶 因為爸媽平常都給他們吃抹茶 殊不知是蠻 那個 菠菜 所以其實有騙到 所以 對啊 可以騙到小孩 可以騙到小孩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幫我們吃吃看那個蛋糕好不好 Cake Cake 好 來 蛋糕可以放回去 你們兩個一起吃 然後你們自己挖 看你們要吃什麼 我幫你挖 I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 你靠 妹妹 你可以 會啊 會不會啊 湯匙比較好挖 會不會 哇 好棒 不好挖 我幫你挖一塊 你要把它拉一拉 我幫你們一人挖一塊好不好 把它拉一拉 因為它會吃到上面的巧克力 好喔 好喔 對 來喔 這樣吃巧克力它會有點苦苦的 好 這個是你的 然後我幫Rachel挖一個好不好 好 Rachel 這個是你的 好喔 好 那這個給儀佩姬姐 好 謝謝 好 吃完了嗎 哇 吃到好快 他一下就吃完耶 你怎麼這樣煲 那個 Ryan 你喜歡這個蛋糕嗎 喜歡 你是屬於很好養的小孩嗎 我就說他最好養的小孩 他都喜歡耶 那儀佩姬姐問你 饅頭比較好吃 還是這個蛋糕比較好吃 饅頭 他投饅頭一票喔 Ryan投饅頭一票 好 剛剛那個Jasmine吃完蛋糕 好 蛋糕好吃嗎 蛋糕好吃 蛋糕好吃 他是屬於很直率的小朋友 那儀佩姬姐問你喔 饅頭跟蛋糕你要投誰一票 你喜歡 蛋糕 喜歡蛋糕對不對 那饅頭還要再繼續吃嗎 不要 不要 好 OK 那接下來最後一票很關鍵喔 因為現在是饅頭一票 然後蛋糕一票 所以現在Rachel扮演很關鍵 Rachel還在咬 Rachel還好嗎 吃掉了嗎 怎麼了 蛋糕蛋糕好吃嗎 好吃 可是你表情看起來很無辜 還好 蛋糕好吃 那你蛋糕比較好吃 還是饅頭比較好吃 蛋糕 蛋糕兩票 喔 蛋糕是什麼蛋糕 你吃得出來嗎 巧克力 抹茶 抹茶 不是每個都抹茶啦 就把他講說菠菜蛋糕 對 所以其實那蛋糕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是 軟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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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說蛋糕給你帶回去好不好 不要 不要 蛋糕給你帶回去吃 OK嗎 喜歡嗎 不要 那饅頭給你帶回去呢 OK 那饅頭帶回去 蛋糕 OK 然後饅頭呢 不要 不要 那你要 欸 這位小 這個 那個Ryan 那饅頭給你全部帶回去好不好 也不要 所以那你剛剛為什麼投饅頭一票 為什麼 怎麼了 饅頭好吃嗎 不知道 他又有點跑票了 不過這個我們剛剛試驗的結果 雖然是 那個 玉琳哥獲勝 玉琳哥 因為蛋糕本來就比較甜 好甜 小朋友會喜歡吃蛋糕 可是你要換個角度 想就是饅頭不好吃 沒有味道的東西 他們都還願意嘗試 我覺得其實已經很棒了耶 而且我們可以告訴爸爸 爸媽 因為我們經過救世娛樂的實驗 會告訴大家說 其實菠菜饅頭 小朋友吃起來是抹茶饅頭